新闻一开始带您来看到 港人再次集结上街 因为陆克在香港抢货走私的情况 引发越来越多的不满 今天下午近三点时 有数百位民众再次上街抗议 警方再度祭出胡椒喷雾 新唐人大纪元官网也直播了实况 一直到晚间民众都还不愿离去 透过我们的画面看到 在晚间冲突中 有民众被警方压制在地上 人群重重包围表示不满 这次游行一开始 约有300位民众参加 高呼取消1000多型 强国人时强国奶 打倒共产党 下午4点时 约10名自称元朗居民 挑衅游行人士 后来警方两度释放胡椒喷雾 至少两人被捕 之前港人已经在上水 屯门沙田等 同样是陆克抢货的景点 发起了抗议